根據國健署統計台灣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有高血壓 不過由於出席症狀都算是比較不明顯 所以又被稱為隱形殺手 不過您可以檢視看看自己有沒有這六大徵兆 來看看自己是不是高危險群 那麼首先最多人就有的就是像是這個頭暈 不過醫師認為它是最常見的症狀之一 但是危險的其實不只是頭暈 有可能在頭暈之後昏倒撞到頭部 就有可能會有致命的危險 那麼有些人則是會有這個心肌的情況 它主要就是因為長期的高血壓 造成了動脈的阻力增加了 那麼有些人則是會有一些無力的情況 其實這個是很多人 他們最容易忽略的一個症狀之一 因為很多人他們有可能只是很累 他以為自己只是過牢而已 但是診斷之後才發現原來也是高血壓所引起的 那麼甚至有些人他們會出現像是呕吐 或是呼吸困難甚至冒冷汗的情況出現 這些也是症兆的一種 但是如果您全部都有的話 有可能就是在高血壓的情況下 有出現多種的症狀 那麼剛剛提到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有高血壓 但是這些人當中居然有高達七成的民眾 並不知道自己罹患了高血壓 因此醫師就建議就算沒有家住時的年輕人 每三個月要做一次血壓的測量 並且規律的運動有均衡的飲食 就能降低罹患高血壓的機率 好 那麼如果您對娛樂新聞有興趣的話 拿著手機 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的TVBS娛樂頭條內好友 獲得第一手的娛樂資訊